豪芒雕刻大师陈锋贤曾接受土耳其艺术家邀请,完成了一系列的米雕作品,包括将土耳其总统、艺术家还有著名的圣索菲亚清真寺刻画在小小的米粒上,展现了卓越的雕刻技巧。 豪芒雕刻大师陈锋贤的维雕记忆,名声远播,甚至曾经受到土耳其艺术家邀约,完成一系列精致的米雕作品,展现卓越的雕刻技巧。 这次创作包括了将土耳其总统、艺术家的肖像,还有著名的圣索菲亚清真寺画在小小的米粒上,作品细致入围。 陈锋贤的米雕作品每一件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要在只有几毫米大小的米粒上,精确地刻画出细腻的线条和文字,真的是相当不容易。 透过这次合作,更再次成功展现了艺术五国界的精神。 立足台湾,放眼在全世界。三十几年前我的作品就到过美洲、欧洲、还有俄罗斯、日本、还有香港、还有我们的那个对岸的大陆。 我非常多的所谓的邀约,那这代表了我的努力有获得很多的肯定。 陈锋贤强调,这不仅仅是一次雕刻技术的呈现,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机会,让世界了解维雕技艺的独特魅力。 他也期盼能够向世界传递台湾的艺术价值,为台湾艺术在国际舞台上开创更多可能性。 记者成名者们齐新店采访报道。